由于受到影响,内地主要发展商在1月及2月份的销程,除了恒大地产外都惨淡下跌,但近日却出现一个大转弯,买家戴着口罩冲往买楼,在售楼处引起一片欢呼大叫,今年楼市金三银四的小羊春,来了,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及2月份全国房地产报告, 由于受到影响,房地产销售出现断崖式下调,商品房销售面积8475万平方米,同比下降39.9%,销售金额只有8203亿元,下降35.9%,当中住宅销售面积下跌39.2%,办公楼销售面积跌幅48.4%, 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跌46.0%,但到了3月中之后,虽然疫症的问题仍未解决,但热爱买楼的国外同胞,开始不理风险, 戴着口罩冲往售楼处抢楼,导致一些新盘转瞬间就卖光,制造了所谓日光盘,即是一日之内就卖光, 甚至更厉害的时光盘,分光盘,秒光盘等,例如万科星城在3月16日在深圳开卖288个单位, 开盘后仅用7分半钟就全部受兴,新世界与招商蛇口联合开发的太子湾,湾骰, 每个单位平均售价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,但开盘后仅用12分钟就将70个单位卖完, 龙湖地产在苏州吾中区的湖西星辰,开盘后仅用了60秒就销售了12亿元, 而接力的龙湖大景天城,一分钟就将311个单位全部受兴,南京市建业区华新城警员在3月24日开盘, 户型建筑面积为142,170及200平方米,每平米均价4.5万元, 当天一早就吸引大量买家赶到报名处,本来只推出170个单位, 但竟然吸引8000组客户前来预约,平均数十人才分到一个单位, 虽然这些日光盘的消息,某部分市发展商制造热卖气氛的宣传伎俩, 处定一大堆买单后才一次签单,甚至小部分更涉嫌虚假宣传, 但一开盘就立刻受兴的情况,确实存在于多个城市之中, 在这次疫症中在销售策略做得最好的, 我觉得应该是恒大地产,首先在2月中推出75折买楼, 并将疫症转危危机,大力推动网上销售战略, 实行不靠经纪,不靠售楼处,将所有潜在买家变成恒大经纪, 就算是自己认购的单位,可以在限期前转售与朋友或任何人, 即可获得1%的佣金。 3月中再通过旗下卖楼平台行房通, 向全社会公布全国600个在售楼盘每套房源的价格, 将传统经纪的地位再踩一脚, 不过恒大的75折买楼市有点取考, 推出楼盘以偏远地区为主, 并先将售价抬高然后打折, 所以实际只便宜1成左右, 但收到的成效却非常大。 根据恒大3月5日的公告, 集团于202年2月份合约销售金额447亿元人民币, 较去年同期增长108%。 销售面积约为514万平方米, 较去年同期增长154%。 通过行房通实现网上认购99,141套, 认购金额1027亿元。 实在非常厉害, 按照目前的形势, 内地金三银4的小阳春已经来临, 将2月份的惨淡情况完全消灭, 所以在未来的日子, 内房股也可以看高一线。